一溜下來水花四件超涼快 一早自來水園區湧入大量人潮 天氣實在太熱 玩水消消暑 有人溜下去的時候 就會有一大撲水沖過來 然後就溜下去 然後水也從九點多吧 一來的時候就很多人 就這樣子吧 也沒有其他地方給大家去 因為太熱了 小朋友在水裡又叫又跳 園區充滿嬉笑聲 大家一起打水仗 太陽直晒 畢竟三十六度高溫 玩水消暑 已是炎炎夏日必備遊樂行程 接近中午氣溫將再推高 另外這一週的天氣上 都是以高溫炎熱的一個天氣形態為主 今天跟明天的時候 在東南部地區 可能還是會有些焚風發生的機率 那不凡除此會有三十六度左右高溫 十六號全臺高溫上看三十二到三十四度 水氣以北部中部山區 午後鎮雨為主 十七號十八號 全臺溫度落在三十一到三十四度 北部東部中部山區 午後局部鎮雨 清晨上午 西半部零星降雨 十九到二十二號全臺水氣偏少 高溫炎熱 氣溫大約三十一到三十五度 在金門跟馬祖 東南區區都還是有些 受到一些對流營氣移入的一個影響 所以可能有時候可能會有些短暫降雨 南部地區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要慎防這一個 在海外這個對流營氣移入所造成的一些強 降雨的情況 未來一週持續高溫炎熱 午後對流旺盛 慎防最烈天氣 外出玩樂 補充水分 以免中暑 下輪新聞 許趙雨昇 SG小組 台北新聞報導 請多謝